就是 妝效很多之後 要再擦那個仿曬 她覺得妝都壞掉了 或者說她會用一些就是說 很多合一的那種 什麼BB霜 CC霜 站在皮膚科的立場 就是素有專攻 還是仿曬還是要仿曬 專門比較好 我這邊有一個 可以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它是一個防曬的噴霧 所以使用起來非常好方便 但是你全部都上完妝之後 你再輕輕的把它噴一下 而且它的SPF跟PA 都是非常高的 SPF50 然後PA++++ 大家都知道這個意義是什麼 對不對 就有分UA跟UVB 你看 它其實 你上完妝之後 再這樣子噴一下 它其實防曬的效果就很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到了下午你要補妝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在上班族很趕 沒有時間再重新化妝 再噴兩下 那也有防曬的效果 其實很方便 上完妝再噴 不是先打底嗎 你可以上完妝再噴 對 因為它最主要就是 防曬跟隔離 所以它要在最外層 隔絕掉紫外線 就是我們知道女生 就是可能除了保濕美白防曬 就是這些基本功能 一定要有之外 就是像我現在的話 就是我會更注意 就是抗塵這件事 因為現在其實像台北市的空氣 其實是非常非常髒的 然後像我平常就是自己 就是白天就是我可能上完 基本的保養之後 我會上就是這種 就是有抗塵功能的 就是隔離乳霜 然後因為 而且我一定會選霜的原因 是因為就是它比較不會油膩 那你查其實整天下來之後 皮膚負擔也比較不會這麼重 所以現在就是 真的就推薦大家 除了基本的防曬之外 抗塵這件事情 其實現在也是一個 很必要的條件 對 就是抗霧脈 我的話是這個 就是應該很多人都知道很流行 就是那個冰冰霜 就是用了之後就會變泛冰冰 真的嗎 對啊 就最近很流行冰冰霜 它就是會讓你就是變白的效果 然後我自己的粉底液 我會用那個就是水感的 無瑕水凝霜 然後這是我在 水凝霜 對 然後這是我在網路上發現 然後它非常的便宜 對 然後才400多塊 然後我就覺得它會遮瑕 所以它不是氣墊粉底 是粉凝霜 對 它是那個我剛剛說 無瑕水凝霜 對 它是凝霜的 對 然後它就是很好遮蓋 然後我就覺得說 滿厚的喔 對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用 會亮亮 沒有 滿好的 遮蓋很好啊 手掌滿厚的是不是 手掌 裝厚啦 可是它滿厚的 要不要再加蜜粉 我會再用一層蜜粉 就感覺比較防曬的樣子 防曬 然後又便宜 那我是因為現在 氣墊粉底很多 但是我這個是一支 氣墊粉底筆 它是筆狀的 也就是說 它可以做的是局部的彩妝 因為事實上有時候 我們底妝不用整張臉都畫 尤其是如果你真的很趕時間 就是這樣點一點 遮遮黑眼圈 毛細孔遮一遮 T字不會上一下 然後它又可以拿來做 補妝的動作 我覺得這個滿方便 它就是一個筆狀的 好厲害喔 也是氣墊粉底 但它是筆狀 好酷喔 這個帶出門很方便 很方便 很方便 很濃 可是滿濃的 還要露一露吧 對 就是把它露開來 用那個氣墊把它露開來就好 滿遮瑕的 皮膚真的好 滿遮瑕的 而且它的遮蓋力滿好的 真的 最主要是它的滋潤度也很好 我覺得這個就是現代人 你可能出門的時候 你簡單的隔離霜 或BB霜上完之後 你再局部上一點這種 氣墊的粉底筆 我覺得滿好的 對 宇童呢 因為像我就想說 我平常如果說化淡妝的話 我就會擦那種 很簡單的隔離霜之外 我就會再選這種 它是屬於礦物的那種蜜粉餅 它其實原本是講求是說 你好像 如果說你單擦它 甚至是可以不用卸妝 就是好像它會直接 就是當保養成分 把它就是整個補件 但是還是可以卸 然後它就是又有防曬係數 然後重點是它是強調是透明感 所以它就是粉質很細 然後它就只是一個 讓你的膚質的色澤 會比較好一點 柔膠感 對... 然後我就會選這一種的 然後因為出門方便 我自己也會選一個 像老師這樣的遮瑕筆 可是我的不是氣墊 但它前面也是有一個棉頭 因為我覺得遮瑕有時候 我們用手這樣子壓一壓 會有指紋 然後就會越遮越厚 有時候我們女生 現在流行用小包 如果要補妝的話 這個就很好攜帶 對 然後也是這樣子 稍微這樣點一點 因為它很淡 就是你就是這樣 慢慢的點一點 就可以做補妝的動作 對 但這種小的遮瑕筆 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你可能 如果你是痘痘 長痘痘 或者是有一些發炎的話 你可能要嘛就是少用 要嘛就是用完 你要趕快換 因為不然裡面會自身細菌 你會把你的痘痘 越用越嚴重 對... 對 像我每次出門 就是要護症很多 我上妝的步驟很多 因為要追求V臉 所以有時候可能 要打亮影 要打陰影 又要修容 又要上什麼遮瑕等等的 每次妝都越上越濃 可是我想要追求立體感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專家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不要上濃妝 可是臉看起來有立體感 重生 其實 戀死 砍掉重臉嗎 對 大家說美 什麼是美 其實美 一般來講在東方人 我們會講三庭五眼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說過 三庭五眼 三庭五眼 沒有 什麼意思 中庭 尤庭有三道六道 你知道尤庭 尤庭五文 親像稻草文 不能唱 其實三庭五眼 就是我們東方美的一個標準 三庭就是說 從上往下 從我們的髮際線 到我們的眉骨這邊 要三分之一 眉骨到鼻尖三分之一 然後鼻尖到下巴 這個地方三分之一 這個是三庭 五眼就是說 你的臉的寬度 是要你五個眼睛的寬度 這樣才會剛剛好 你自己的眼睛的寬度 對 所以不是說眼睛越大越好 其實有些 可能有些明星 眼睛很大很大 其實看起來也不是那麼的自然 或者是柔美 你是說羽童嗎 不會 他眼睛算很大的 還可以吧 老師 你很漂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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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 我們嬌羞起來 你穿害兆了 嬌羞 嬌羞感 很開心 我們還在錄影嗎 不好意思 不能讓你直接開靶 對啊 另外就是說我們的鼻子 其實早些年很多人習慣去就是說 把鼻子打很高 讓眼看起來比較立體 其實我們鼻子也是有一個 就是標準在的 就是說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山根部分的寬度 跟我們的鼻骨中間的寬度 跟我們鼻頭的寬度 是有一個一定比例的 好 比例要對 你的五官才會立體 才會好看 所以其實近幾年 然後一般來講我們的一個趨勢就是說 叫做 叫做藝術面雕 就是按照你的臉型去幫你做一個 整體的規劃設計 然後或者說叫亮點注射 就是針對你臉上某些地方去做 特別亮點的一些提升 OK 彥恩哥聽那麼多 女孩子要自己照顧好自己 對 睡覺前保濕 起床後防曬 謝謝專家來賓的分享 謝謝 謝謝